一集最後大家看到我們除了一拳超人之外 沮喪了這麼多套的話 我從上季開始已經這樣說了 這個世界現在的舊屬是難聞翻 看來雪山的心真的要幫幫過每一天 其實心靈真的受到很大的打擊 每次看完之後就好像看完無線的劇集 你在做什麼? 每次都要看一套什麼呢? 看新聞吧 現在都不知道為什麼我看新聞 不要這麼開心 我看六點半左右的新聞 救贖我的心靈 這次你這個夏文班 說真的 今季有兩套的 叫做兩套 過村媽媽護山見人家 點套 今次第二集有兩套文號 大家要留心 人家沒有那麼變 不過看下去大家都是幫幫 要討論 要學香港 阿鏡方的大方 阿鏡方的大方 愛花 這麼貴沒辦法之下 唯有稱為他是難民番 難民番有兩個難民番 一個是難民 一個是難民 一個是難和文番 就是要分開兩個人 要拿天氣 我覺得何馬尼亞有見地 真是佩服佩服佩服 對我來說 真正的難民番 是有了牛哉少女入和 那些對我來說是真是心靈一面的淨土 最後的正確 這一堆 炮魂的拼圖也好 Yudi Yudi 這些也好 還有點套 我會定義他是聞番多於 真是說是 叫自癒番 其實我們難民番實際上是自癒番 因為又不是真的很自癒的 對我來說就是 其實是的 我覺得點套一向都是較為費用 你剛才說的那三套 黃金 點套和Yudi 也好 其實三套來說 我覺得最弱的治癒番 是應該在這裏 感覺上 為什麼呢 因為每次都是做一些題目出來 例如找些東西玩 或者找些東西 隔壁屋 或者地址的金銅銅 或者照女的日常的故事 百合的日常 什麼時候日常 是他們自己的關係之中的日常 關係之中 每個女生之間的關係日常 你說其實這十二集 你又看完之後 是不是很有印象呢 不是 不過較為有印象 反而相反來說 我想說是買親情那集 她姐姐出場 Mokka出場那集 反而這些兩集 感覺上 反而她姐姐和妹妹 也大四大片 也你也要在玩 搞什麼 相對來說 那並且還蠻特別 但他們所能夠牽引出來 那五者的基本 那種昇華 就看不出了 尤其是我覺得去年第一集都有點像女生柴娃娃的玩 多了阿千羅的兩個同學 這次其實你們多了兩個同學加上他們一起玩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這樣的感覺 有點退步了 我不敢說退步 我敢說只是貫徹在同一件事 不過就是有女慢是足 他的圖本來就是這麼多位女生之間的關係交情 你不會覺得他要加男還是家 不是 我們不會予的 我們不會予他加爺或者加爹 我阿千羅覺得爺爺爸爸 雖然他也在我們這時空 V老玩 雖然不是 솔직히加上那個男人 但他在五個之中 我看不到一些特別的事 我沒有看到他們還是覺得的感覺 為甚麼 말씀 uncott 某種定義上仍然是南雲番的原因 因為南雲番的定義就是日常 一些很少的事 不同的是毀滅世界 他不說這些事情 他不說國家大事 我覺得他的故事 如果相比邱災猶祭司律有何 就算他在一個鄉下 他做的事出來 邱災猶祭司律有一個步驟的感覺 每一個角色和角色之間的關係 是有一個步驟的感覺 每一次我們說媽媽妹妹 蓮華和賣果子屋的女生 他們一齊的基盤是好 經過幾集之後升華 這個是沒有 因為他的主題不在這個位置 我也不可以這樣說 你本身裏不主打賣溫馨的傾伴 就是賣幫幫 又幫幫 某種意義上 我都說他是一套輕鬆的文化 就是說 所謂的治癒地方 就是你看到少女很神身 可以這樣說 但是你說 他要做搞笑人 不是特別搞笑 他輕鬆 我覺得有時候 覺得他們幾個人是輕鬆過頭 我不計劃中間 阿Lisa 其實現在是較為放鬆了 到一個接近 我覺得是故事有少 在偶爾脫線的地步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 是有些不太好 對於一個動畫的鋪路來說 我覺得這些是這類型作品的共通 它經常偶偶都會出現的情況 這件事 很難怪的 坦白說 我真的看 我有不少的朋友 在這一季裏面 已經上路了 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好看 我明白的 其實這件事 我予以理解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起碼給其他 不知道她說了什麼 起碼我見到幾條女 說嘻嘻嘻嘻 我又可以跟著她們 傻笑有多好 劇情安定 至少我遇到她 不會特別有挑戰 可能會說 你明白的 我不明白 你明白的 我不明白 至少對你來說 就是 你很清楚知道 就是你在看那幾位少女的互動 她亦都是如實地告訴你 那幾位少女的互動 她不會走你 亦都不會有期望的落差 我覺得是沒有什麼起伏之下 我覺得開始有少少 遲住這樣的情況就麻煩 她有的 例如說她姐姐來到 會跟她妹妹比較 或者她們出發去找些寶藏 類子的情況 有些事件會做出來的 當然問題是 你會不會接受這件事件 所以我們去日本的出議員 現在在統領秋月園 我們說其實在統領秋月園的 是點圖 yeah 自賴 yeah 有些店舖裏做 點圖的特輯 展覽 你甚至看到一些未見的 因為之前 再之前是黃金拼圖 我還看到一些 黃金拼圖 殘餘的殘餘 殘餘的東西 殘餘 殘餘 你不要說 就算點圖也好 我覺得黃金拼圖也好 我覺得黃金拼圖也好 我覺得黃金拼圖有一個優勢 就是每個地方 他有不同國家的人 還有 他那種感覺 黃金拼圖沒有那麼古風 其實有一點點圖 我為甚麼覺得離地 就是 他有一點點圖 整個城市都是古歐綠色的城市 我們感覺不到 一個很生活化的感覺 反而 黃金拼圖 我覺得是有兩個英國女生 走來日本生活 他是有一點點圖 所以黃金拼圖跟他來說 在英平上 如果對生活的英平來說 我覺得黃金拼圖是怎麼做的 不是 等一下 去日本生活和你在香港 這個都是離地的 我想說是 人家去歐陸城市 人家幾集去了英國生活 都是離地的 其實是背景問題 我也是那個 不要那麼深究這些東西 重點在於 是少女和少女之間的互動 你們看幾位 純真少女之間的互動 OK 即是純真是難民 並不要太深入這個故事裏面 那你就會得到救贖 雪靈他徹底成為一個難民 他剛剛說了一大段說話 是很清晰的難民 看到他已經在那裡 真的很清晰 紙納多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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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了 你只看我今集裏面 我之前那裡 我真的崩潰 真的會 不用怕 紙納會各層一切 這個世界是正常的 真的有個90在那裡 我感覺到 那我又未到洗腦的界面 又不相信 不過就是 你說他 是 我定義說他真的 聞不上 我沒有那個治癒的感覺 心靈那一刻突然有一個很溫的感覺 這個我覺得是看治癒動畫裡面的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你突然想說 嘩 如果你試試看完一套治癒動畫 你那天立刻睡覺 你是會很舒服的話 那那一套一定是治癒動畫 當然每個人對治癒動畫的要求是不同的 有人可能看完 可能玩完沙爺之歌之後 他會很滿足地睡覺 還有我也記得有些網友討論過 就是爛民的元素 不是在治癒這件事 爛民的元素 是在於 那些人有很可愛的依存症的時候 你看到這些可愛少女的日常 令到她那裡很開心 這些東西 依存症在那裡 才令到你覺得她是爛民 那個110是快叔叔 對 那些是特別一點的 就是他在有治癒系的影子裡面 對 所以這一套 你對比我們接著再說完的 就是 Yuului 老實說真的不算是藍民 Yuului 其實真的 八合番 對 都是八合番 其實可以這樣說 不過你說說Yuului 今次叫Yuului 生涯 其實我要說一聲 就是 今次如果大家有留心 其實幕後的班是大部分轉了 而監督 之前大家都很喜歡看太田雅然 大家有看魚乾妹 其實都是泰田雅然的特意作品 特意的監督作品 而他紅 我都覺得很歸功於泰田雅然在那裡的監督 的能力 其實有一點 他整個套路來講 為何元光輝 其實是一個 他自己的媽媽 其實他不是很紅 他畫出來 我都不覺得很特別 但今次為什麼這麼紅 泰田雅然 是有這種的sense去做 泰田雅然就是 當年藍家三姊妹之後 就做這些很擅長 Yuului 然後後面就有 超元氣三姊妹 對 套笠 Sense 魚乾妹 紅到很重要 收完我們第二件事 一多就是魚乾妹 我自己 沒有想到 他監督的故事 通常都雖然散 但是大點大幣 審存遊戲 我記得 他很大點大幣 但是這次 大家都知道 換了 換了另一位 不是 他換了動畫公司 換了 是 換了田博之 如果大家 有留心 看看這次的套路 其實 第三 很明顯的套路 是不同的 大家都知道 以前 這套 是大點大幣 還有 玩樂的 值得十年多 但是這次 相對 我覺得 有人先賺 因為 店家知道 他把每一次的雜數 做的事情 是不是打三 來做的 他是把每一樣 比如把漫畫 把那一段 拆開三段 然後把另一段 可以接到 接著 下去 拆開三段 接著 然後把三到以前 拆開一段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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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其實相對 他是深思 看到 可惜 通常 以前 大家看過 那麼多 第一 搖一搖一搖一搖 一定是這樣的 然後每一集 都會玩 是 是 這次 你說好笑的 點 就相對來說 少了 相反來說 他很喜歡 看回每一個角色 每一個角色 之間的 交流 等等 等等 這套 是笑的嗎 有 你每一次都看見 阿卡丁會被人玩 是 你笑得出嗎 OK 你笑得出嗎 沒事 繼續 我講一下 這次 他透露 是想做一些 每個主角之間的關係 不是 他都特地做了 主角和配角 配合配合中間 他的戲份多了 而且這次 很明顯地 討論主角 例如阿卡丁姐姐 阿卡丁姐姐 阿卡丁姐姐 還有達瑟加 那幾個小漫畫 如果大家有看 《月亮漫畫》 就在10.5個漫畫出現 整隊人 那些故事 整體上 不是很大面 不過是 最後一集 說他上花 加了少少氣氛 那裡 就說 飄過那些樹葉 那裡 其實中間是 見到心思的 不過只是 那些 接近 沒有 以前 大癲 也快 沒有太田 也快 而是 反過來 他好像 走了 平常 較為 上 路線 最適色 那我就問 阿樹 會不會是難民的救贖 我也說 這套 我不是很定義 他是難民 有些古怪的行為 反而很少 因為他們 真的好生活 其實他們 在學校生活 發生了什麼事 這樣 其實 所以 當然 當然 有些 他會買角色 但你也說 很奇怪 如果這次 賣角色 又給點套 我覺得是差一點 不知道為什麼 你明白 他已經是三期 也是賣得不好 第一期 其實是好少 但你現在 你怎麼說 第二期好一點 我覺得第二期突然 突然 第二期放了很多錢 第一期 沒有那麼多錢 你要明白 你也很靠 洗腦 在點套今期 有那麼強大的洗腦 的底下 其實很多人是受不了 受不住 病毒的侵襲 而成為了教徒 相繼 在這段時間 過日本去秋月園 摸肥臉 每個人都在 點套的其中一個角色 身上 拍了一張照片 我看到 大家都中毒 其實是很深的 我們主持裡面 也有一個 對吧 你明白 但這一樣一向 開放和結尾的殺死 當年檢討 適合《Born Brown》 是開放那首歌的歌詞 那你 歌蜜蜜也好 Yuli Yuli也好 也是 Yuli Yuli 開始大事件那首歌 都很紅的 歌蜜蜜的 現在 這也是一個 所以歌的加成都很重要 對 甚至我覺得《泰田眼妍》 其實很厲害 他開放通常都很好 所以 就說一句 Yuli 我覺得第三期不是失望 他只是有些心機 但是 就 作菜用神? 不是很配合到他這套的特色 不符 這個消費者 我亦都覺得是有些玩到頭 其實 無論點套也好 Yuli Yuli也好 這類型的作品其實 很多時候 其實你跟 你跟什麼呢? 跟Lucky Star那類其實是類似 他們 去到某個位之後 其實 你不加新角色 即是他們 中段裡面會用新角色去支撐 去到 新角色再用完之後 其實他是 沒有再 一個再新的支撐能力 去令到 他可以繼續持續下去 他最終就是叫做什麼呢? 可能是吊著不死 不過含雲色有原因的 含雲色 當時吃著糧糕出人的水 這樣就差 不是 你也會說 這些是日常翻來的 你故事不會有大展開的情況之下 那角色你運完之後 那些性格是會有用盡的一日 他不會突然之間告訴你 我要統治這個世界 然後發生一個故事出來 他依然是他 他不會有很重大的變化 這些是日常翻的 一個很緊守的一個元素 當你會出現這個軌跡 那裏就是非日常翻來的 這個轉裂點 他變成就是 另一套讀話 所以這個無可避免 我相信 如果真的有第三季的時候 他都可能會面對同樣的情況 其實 日常翻 也就是 日常 日常之後 也有這麼多貴 始終有保留 不要緊的 難民翻 總是會有下一套難民給你的 希望就不需要做那麼多難民出來 我多年知道 有些動畫真的很難聽 不過下季 其實我也是有期待的 其實下季我是有 另外一看過 只是看過 CV 我已經燃起了我的興趣了 至少我會覺得下季的話 就多一點點不同的題材 就是奇幻到科幻到 懸疑 很多東西都有 我會說 可能因為對我口味 所以樹齡也是時候逃出難民營 難民營一直在我心中 怎樣 好 我們今集到這裡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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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